在李秀曼关群与SM终止制作人合约的两天前 那个被他打入冷宫的男人就已经被人放出来了 今年二月SM现任高层 李承珠用一张毫无征兆的合影 招致了SM家族犯的集体抗议 原因只有一个 和赵右边的男人是被SM全体男爱豆 列为反面教材的黄旭熙 两年前韩网有多位遭到黄旭熙伤害的女孩 集体公开了她的多项罪状 程度极其严重 紧随其后的是黄旭熙事业和口碑的全面崩盘 中文战宣布解散经纪公司致歉 黄旭熙本人手写盗窃信并中断一切行程 也是从这天起 在SM的内部开始流传一个威慑力十足的诅咒 再朝就让黄旭熙空降到女单所在的团 所有人都以为干出这些事的黄旭熙下半生将在冷宫中度过 不料就在今年年初SM高层公开了跟她的全新合照 两人看上去心情大好 负责过黄旭熙所在团 NCT作品的某位制作人还特意点赞了这条动态 一切踪迹都指向了一件事 黄旭熙很有可能要付出了 这让人不禁发问 SM多的是嗷嗷待哺的乖孩子 为什么高层却要为一个他防偶像孤注一掷 或许原因只有一个 如今的SM需要黄旭熙 仔细看这是一张2022年韩全IDOL在某社交平台上的获赞排名 资料显示黄旭熙是整个SM的艺人中点赞排名最高的 而SM多年来一直有个困境 不管高层病动多少次大全放到谁手里 外界却始终只认李秀满为老板 再加上李秀满与SM的制作人合约已到期 SM继续打造出更多李秀满之外的招牌 果不其然黄旭熙自带的热度和争议 成功将李承珠的名字送上了车搜 对于商人而言 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直到听说了轰动韩全的825事件 我才意识到黄冠亨的搞笑只是他的保护色 请你看一下 这则让黄冠亨一战风神的视频出及他的线上见面会 让你粉丝说自己因犯罪被韩国法院起诉了 让黄冠亨帮自己听听犯了什么罪 黄冠亨一脸认真地凑过去 结果听到了一句 犯了太爱你的罪 那一刻他的母语变成了无语 靠着太过传神的面部表情 他与金明奎吉塞尔一起被列入了签售会三大稿笑名场面 然而将镜头对准黄冠亨的经历后 我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黄冠亨是中国澳门人 小小年纪去了韩国打拼 最后以NCT成员的身份出了道 因为不受公司捧人送外号资源困难户 分开个人资料 别的成员形成作品写得满满当当 而他却是一眼就望到了边 在做了许久的冷板凳后 黄冠亨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 公司决定让他与中国香港来的黄旭熙组成港澳CP联合发布一致兴趣 对于这笔来之不易的天降横财 黄冠亨激动了几天没睡着 每日每夜的在练习室里做准备 谁知就在新歌即将发行的前一天 黄旭熙被捶了 这直接导致本该在第二天发的新歌做的直播统统被取消 公司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帮黄讯息善后上 因为当天正好是8月25号 所以是称825事件 而另一头无辜受牵连的黄冠亨 还要趁着零点在群里对粉丝道歉 只是谁又会来给他一个道歉呢 德志满满子与SM的制作人合约到期后 拼搏现在伤感的同时又有一丝庆幸 起码以后不会再有后辈的硬营叫关羽了 这次上队友笑出主教的成年往事 由冰波仙亲口所说 其部长人会议理所满一开始给XO取的团名叫少年天地 给吴世新取的一名叫吴收尔 不过在看到边伯贤的一名后 我瞬间觉得首尔是多么清新脱俗 边伯贤曾被取名为关羽 最后是他宁死不从才用本名出了道 而满满子的武侠魂远不止这些 东方神奇这个名字就来源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东方不败 满满子一开始还想直接用证明 于是特意去找金庸要了授权 除了东方不败 东方神奇的另一个备用名叫五藏六府 到后来的少女时代 满满子又想叫他们Supergirls 虽然摆脱了武侠气息 但有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 此外据粉丝回忆 满满子一开始给神医定的名字叫奢侈男孩 不过以上这些名字虽然参差不齐 但总体还算过得去 人正让人满头黑线的是隔壁的B2B 他们出道前的另一个预备名叫阿里郎 此刻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 大家好我们是阿里郎 请多多关心吧